经济部长郭志辉曾经表示台湾绿能足够 但11号立委陈秀宝却提出 彰化中小企业是买不到绿电 而随着全球各国纷纷投入AI发展 台湾电力供应是否足够 是否稳定成为隐忧 立委葛如军更点出政府对于非核家园 还是以核养电态度摇摆 对此葛奎表示稳定的供电是责任 但也表示非核家园不是神主牌 彰化线是绿电大线 但是我们将会限的中小企业却买不到绿电 经济部长郭志辉日前才说台湾绿能足够 外界没必要担心 但11号上午却遭到立委陈秀宝质疑 说有在立中小企业买不到绿电 这一部分我们有注意到 我们现在已经启动所有的普查 那么我们会把这些绿电的部分 把它拨出来 那么让这中小企业他有需要的可以买得到 你们讨论之后要多久 才能实质的回馈到我们地方的企业 应该很快 您预计大概多久 给我们一个时间 我会请他们在一个月当中 把未来的私程规划出来 先生院长卓荣泰给出一个月时间 会让在立企业尽快买到绿电 而随着台湾近期刮起AI旋风 立委格如军点出 会答执行长黄仁勋认为 台湾电力局限是挑战 也提到美国商会七成会员 对绿能供电不放心 进一步带出政府态度很反复 面对立委要求说清楚 葛奎表示稳定供电是责任 但也强调非核家园并非省主牌 但葛如军点出台湾若要发展AI 每年能源得增加3% 但随着一号停机 今年发电会少3% 明年二号停机还会再少3% 他甚至提醒微软已经再买核电 究竟台湾能否应付AI庞大 电力需求是否重启核电 都成为近期政府和民间企业热门的讨论焦点 吉林汉 吴国豪台北长报道